连岗32起的威力彩投彩奖金累积12.1亿元 终于在14号晚间由台中市大甲区奖公路上的彩券行来开出 并且是由一人独得 店家接货通之后也开心的放起鞭炮庆祝 不过由于彩券行就在镇兰宫附近 来往的游客很多 因此业者也不清楚到底是在地人还是外地客来中奖 在门口放起鞭炮庆祝 这一家位在大甲区奖公路上的彩券行 14号晚间开出连杠32起的威力彩 投奖高达12.1亿元 而且还是以助独得 让业者是相当惊喜 也信不少民众特地上门战战喜气 在心肯战威力彩到12亿多了 战战喜气 战战喜气 对 我女儿叫我再帮她买100块大乐托 因为今天有家嘛 我也是希望我能种彩 因为我也常常买 这边人气很旺 早上买气就是有陆陆续续有很多人来 由于彩券行就位在镇兰宫附近 每天来往的人相当多 因此店家也不清楚到底是在地人 还是外地客中投奖 而业者也表示 这是他们开业5年来第一次开出投奖 也让他们相当感谢神明的保佑 这边来来往往的客人很多 就是我们这边临近大甲 镇南宫 大甲妈 每个月都会去拜土地宫 然后跟土地宫求说 祈求土地宫带有缘人来店里种投奖 这也是湖年开春后 第一个开出的亿万投奖 夜主也表示 未来还会继续祈求神明保佑 希望能延续幸运气势 开出下一个投奖 谢谢春宝和台中采访不到